面对南面,我说南面就是白宫,黄泉帝,川普,还有蓬佩奥,还有彭氏的不同种彭氏。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是面对大海,面对白宫,面对美国的三位决定美国命运的人,决定美国川普。 川普2020年能不能当选,不是在于外面,而是在于你们三个人。 你们三个人的思想转变了,这个2020年当选,no problem,it's great,it's一定的security,一定会成功。 我们今天就是为了成功,为了川普的成功,Donald Trump的成功,success on the other side, 就是说,success,就是胜利呢,是在另外一边,决定,这个川普呢,打台湾牌,打中国牌,对了。 这个话的潜台词就是success on the other side,就是说,这个胜利呢,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取决于在台湾问题,在中国问题上。 为什么呢?因为台湾这个问题啊,是害群之马,是个抗福建的陷阱,是个直接影响到台湾,这个美国这个疫情啊,啊,严重啊,甩播啊,反中啊,啊,还有这个分裂啊,这个美国的这个族群分裂。 这个,这个导火锁,就是那个蝴蝶效应,根子在台湾。 虽然呢,啊,大家看,现在看不清楚,我们把它慢慢的给它臭死剥剪,把这个问题啊,谈出来。 问题,揭露出来,啊,答案很简单。 两岸需要一场局部的战争,啊,局部的依法的,这个,这个,法统台湾的一个战争。 因为不通过战,就是灰尘,不通过战争啊,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就是27582决议和联合国宪章不会在台湾落实的。 台湾为什么不能落实这个,这个,就是因为蒋介石的代表。 当时在现在叫做,当年,现在叫做台独蔡英文搞分裂国家的这个阴谋,啊,搞分裂,搞甩柱,搞这种,搞这种对抗,啊,这种,搞这种啊,啊,分裂活动。 那么,谁在后面呢,这个起这个决定作用的呢? 在这里呢,一个榆无得利的就是美国。 所以呢,美国呢,这么1970年啊,1971年一个,一个,这个尼克松返华之后制定这个,这个,正正。 其施限 zelf了,这个,这个,决定了两岸这个,就是两岸这个冷战这个,这个这个,分裂。 就是美中联合,最后呢,使这个,苏联解体。 取得了美中联合的胜利 蓬佩奥在尼克松那个花园里面 讲那个什么甩锅 说因为美中建交 所以导致了美国今天的衰败 这个就跟疫情 川普那个甩锅是一个道理 他们跟谁学的 跟蔡英文学 蔡英文就是这样一个选国 仇宗恨宗制造分裂制造仇恨 他因为看到这样当选了 川普看到这个确实是一种仇宗反忠 制造分裂制造矛盾制造仇恨 确实能够获得什么呢 自欺欺人满天过海损人累计 达到一个选举的目的 不是蔡英文们不是高票当选吗 尽管在造假也好干什么也好 我们今天就不去查查了 那817万票怎么来的 造假来的 欺骗来的 这种混水模仪 要不然他在选拳之间非常恶劣 后来又搞那个选中香港 操控香港又操控党内民粹 又煽风点火 就是这样搞的阴谋伪计嘛 这个选举实际上就是一种 这种选举的略根性 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它不是正面 它完全是一种水人利己 嫁祸于人 满天过海 它可以一时欺骗所有的人 而且可以永远的欺骗某些人 台独的人搞台独的人 但是它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我们今天这里做个开场白 我们今天主要是给 面对的主要是针对川普 蓬佩奥还有彭斯 我昨天把你做了一个小视频 就是一个给那个 一念之差转变过来 这个天下就太平了 做个小视频大家就哈哈一笑 问的是真的是假的 我说It's Jogging 对对对就是一个小 唱了一首歌 特朗普和蓬佩奥两个合唱了一首歌 那首歌叫做你呢 I love you 我爱你 I love you I love you Trump I love you 蓬佩奥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American 那么今天呢 我今天在这里呢 我的题目呢 大家也说了 这个两岸没了落实 1971年通过的2758号决议 至今留不到塞边 这个问题简直就是联合国的会议的决议 一个大会的联合国的现象的权威部都到哪去了 因为这个执行力啊 联合国本身没有执行力 这个是联合国的执行力 然后靠联合国不贵 而当中起主要作用的 就是美国这样的一个国际警察 在这里面呢 当裁判 吹黑哨 我们知道一个裁判就吹黑哨 比赛结果大家是刻香儿子的 所以呢 为什么要吹黑哨呢 因为吹黑哨可以得到既得利益 我可以两边拿利益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这个前车之戒 大家都知道大国崛起的书啊 这个500年前 正在死的 欧洲的崛起起起源于什么呢 147.500年前 这个时候葡萄牙 恩里克 迈德伦呢 哥伦布两个人呢 都是航海的一个船长 为什么迈德伦呢 迈德伦呢 这个船呢 架了三条船 那个帆船 葡萄牙 是向西行 向南 向南航行 它没有在这个地图上 那个时候的古地图 它不完整 就是一个大渡 就是一个旋律的大渡 这个西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大家都是海洋 不知道是怎么样 然后这个时候 对海的理解啊 就是很有限 甚至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那么现在呢 后来呢 因为那个葡萄牙县完成了统一 然后国王就给了 这个授权 在受罗马的授权以后呢 就开始了这个罗马时代 然后呢 我们今天在这里呢 讲美国在这个两岸当中起的什么一个作用 先是葡萄牙 葡萄牙后来和葡萄牙以后发现了那个 走到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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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是麦特伦的还是格伦布啊 是格伦布吧 啊 格伦布呢 然后那个走了21天 然后最后来讲说这个三天 这个船员都要起义了 结果发现了 这个三天之后发现了这个这个 那个中美洲的这个这个这个叫做一个一个什么岛 然后呢 哎呀 发现了陆地了 哎呀 这个就欢呼了这个跳跃 然后这个 在与此同时啊 中国的大明朝 有个叫郑和下西洋 他带领一个船队有七万人 三万人还是七万人 一个浩浩荡荡 几千只船 一个大船 气势磅礴 比这个格伦布这个这个这个船要大多了 这个船队旁大得多了 实力那个一个大国的中和实力 相当那个什么 然后就南下 后来就通过这个这个这个马六亚海峡 然后通过了 走了这个印度 然后通过印度又通过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地东海这个 呃 然后又到了非洲 整个这一山 显示什么呢 他本来也换了一些东西 带着瓷器带着很多东西 但最后没什么东西可买 当时这些商品听起来很落后 就是显示一个大大明朝的一个黄奔的浩荡 另外还寻找一个一个失落的一个皇子 就为了这么一个事情 目的很简单 没有想没有想这个航海的一个目的 没有那么复杂 不像葡萄牙这个最后人家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传播了宗教 罗马教 天主教 一个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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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卖那个香料 然后换回来的是大量的白银 和殖民的统治 殖民地 那个资源 大陆是什么 就是明大明朝是什么也没有 收货是没有 这个时候凯斯大帝啊 我们这个罗马呢 有什么意见呢 就是I come I saw 从第二个人的 就是说我来了 我看见了 看见 我征服了 这三句话 就这三个单词 这三个单词就包含了哥伦布的一个意义 凯斯大帝这个三句话 有非常非常明显的意思 台湾是什么 台湾是什么 covince 就是被征服者 被中华民国征服的一个省 你说中华民国台湾是什么 covince 如果说它是一个nation 谁要是说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是个nation state 对不起 那就是四月务 那就一定会有一场大战 至于是不是 不过二 不过三 那个事情 我们这里不谈 我们花龙点睛的谈到美国起个什么角色呢 起一个中间商的角色 起一个绿棒相当于庸得利的角色 起一个吹黑哨 有个深喉咙与吹黑哨的人 那个 蔡英文就是深喉咙 特朗普就是吹黑哨的那个 裁判员 我们今天来讲这个 这个就是说呢 我们还可以讲一个典故 就是荷兰 荷兰是一个小国 后来他是在第三个 除了既荷兰 既西班牙和那个航海以后 西班牙也是 西班牙统一以后 他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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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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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牙是恩里克 恩里克王子 他一生当中呢 就是从事航海 然后就是探险 他就开始了大航海时代 西班牙的一个国王 叫那个女王 叫做 古努纳克 什么女王 他召见了 谁呢 召见了那个 哥伦布 召见了哥伦布呢 就哥伦布和曼泽伦 都是在西班牙 这个女王 这个时代呢 启用的人产 他们去发现了印第安美洲大陆 然后带回了几个印第安人的回到西班牙 然后实现了人的交流 为什么我跟特朗普和蓬佩奥来讲这个故事呢 我们要学一点 不是学凯撒 征服 不是要学会这种 你们现在要学会 你们是在学荷兰 在做这个生意 在一头牛上扒下两张皮 那一张哪一张皮呢 一张皮是台湾扒下一张皮 大陆再扒下一张皮 就是因为台湾问题 这个问题 我跟你台海的问题 我跟你挑拨一个事 你要选举了 你要落实这个2758号决议了 你要落实联合国的决议了 我不让你落实 你落实了之后我就没生意可做了 我就消火就断了 所以你不统不战不虎 这个情况是最好的 这我可以得到不断的 人员不断的 我从那里卖军火呀 我可以跟你 那个什么呀 那个劝架呀 这个裁判 为什么 这个这个 荷兰的一个贵族啊 他 他没有那个 他的船没有大炮 没有 他就坐这个中间商 就给你在这当中呢 这边抽税 那边抽税 美国呢 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 中间 坐这个中间商 卖你的军火 就给你制造几张空气 你中国人啊 就是一个窝里斗 中华民族啊 就是一个略根性 就是窝里斗 什么 这个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啊 中国人打中国人是最残酷的 蒋介绍 他们打个马云军队哪里去了 不要美其名约 在那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啊 这都是自欺其人啊 你说的那么好 你要仁义知识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 该仁义的时候就一定要 要仁义 不该仁义的时候 也不要在那做伪君子 中国人爱做伪君子 又想当婊子 又想立台宝 满口的仁义道德 是满肚子的 难道俩差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台湾人现在更是表现很入国 大陆的制定的会台政策 其实是给台湾人的 反共大陆提供一个机会 很好吗 因为他反共呢 他不经过你这些 不通过这个市场不开放 不知道台湾人的这个 这个做生意的这种技巧 而于我诈你气我骗 这商业当中存在着很多 你这个善良的心理 其实不仅说两岸一家亲啊 中国人不答应 在背后隐藏着 我不吃你吃谁啊 越亲的人越坑 那个传销的搞传销的人都在坑自己的人 坑爹呢 所以说没有经验的中国人啊 那就老人啊 善良的人啊 父母啊就爱出 爱搞这些车 你看上当受骗的都是这些人 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谈了 事情呢总是一分为二的 是你经过的时间 时间长了 路嘛 就像那个骗的那个林肯说那个 你可以一时的欺骗所有的人 你可以永远的欺骗一少数人 但你不可能永远的欺骗所有人 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的 美国也是这样的 你不可能把这个欺骗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Covid-19 这个就是说你中国的 你就你就甩在中国这个头上了 中国人早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你现在美国问题现在还在这 这个这个连续不断 一年都没解决了 大半年过去了 现在九月份了 现在还还没解决 这不是那么回事嘛 至今给自己打脸啊 所以说一九届年薪呢 我们今天在这里呢 跟特朗普呢 我们就讲了 你是商人 我也是商人 对不对 我是企业管理人 Manager 对吧 我也是那个IT呢 Engineer 那个软件Software 这个软件工程师 我呢 就是说在经商的资本上来讲嘛 也做过一些投资 我也是台商 但是我这个台商呢 是个理物商 结果我就也吃了很多人的亏 包括中国大陆政府的亏 教育部门的亏 包括奸商的亏 还有自己的朋友的亏 我才有这个便脾临商了 我才懂得了 所谓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啊 里头实际上 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一样污泥浊水 鱼龙混血混沌 我们今天刚才就讲了 美国是学荷兰 这种商人 川普就是商人 就在两边他拿好处 就是挑动你两边去打架 去他用侦察的手段 韩国母舰出来 就是让你们两个的矛盾 挑拨离间 让你们的矛盾 尖锐化 让你们陶醉在那种啊 都觉得惶惶不可终日 这种情况下 我才能够 我这个武器才能卖得出去 我以前不是给卖的东西 我就要掉你的胃口 你需要了 你有了这个美国 当然大陆现在的军力 就是因为这么掉来掉去 把这个军力给 你把大陆给培养起来 美国也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 共产党也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 就台独 独台 还有这个江独 港独 都是大陆一国两制 这个制度培养出来的 掘墓人 一国两制培养了 一国两制的掘墓人 和平统一培养了 一个和平统一的掘墓人 共产党培养了 共产党这个 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和这种 阶级斗争的掘墓人 失败了 所以说呢 要从美国这种批评当中 我们找出一些客观的东西 否定当中的 值得反省的东西 而肯定我们自己的东西 人都是要的 是支持你的 只有自己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做的不对 你自己不去发现 让别人去发现你 你改得过来的 人者如舍 你舍不动靶子 那不怪别人 你怪你自己 是不是这样的呢 我们自己 经过 不是说 这个世界上的路线 不是直线 人家说怎么样 人家美国成功了 你就成功了 不是那么回事 人家说自由民主人权 或者罗斯福说的四大自由 你就四大自由就成功了 人人平等 你就是人人平等 不爱人权 你就是人人平等自由了 你看看美国现在的人权自由 种族歧视 是那么回事呢 你有一个梦 你一个梦扯单 到现在还是种族歧视 白人 我们的黑人的路子 华人还不过黑人的 因为黑人有反派 美国这个警察还不太敢 轻易地对黑人的上刑啊 司法 那白人 华人的那种 让你做奴才性格 更好欺负 欺负完了之后还不吭气 所以说我都觉得 我这个斗争性啊 华人和华人自己内斗 窝里斗 很得心 但是跟外人斗 黑人斗不过 白人斗不过 什么人都斗不过 就跟自己人斗不过 我们今天呢 说的是 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 和夹带当中 台湾是什么角色 台湾是什么定位 说起来很困难 答案很简单 一个单词 我们刚才说了 我来了 我见了 就是我 我征服了 中华民国征服了台湾 现在 现在是台湾人想征服中华民国 让中华民国分裂成 一中一台 两个中国 这是谁呢 分裂的大阴谋家 大骗子 李登辉 他说中华民国在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 他说这个就是2758号决议 是这么回事吗 不是 所以说大陆呢 邓小平呢 也被这个 中华民国在台湾搞得糊涂糊涂的 跟杨他们在台湾六点的时候 一大堆好心 一大堆掏肝掏肺 提了六点坚硬 结果每一条当中呢 都有漏洞 邓小平呢 我们不是 改革开放 这个是对的 另外呢 摸着石头过河 也是对的 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 我们不搞这个搞什么呀 我们吃亏上当 虽然是走路关路 但是失败是从中之路 我们这些都是失败的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我是1974年给毛主席提出来 要那个解放生产力 解放生产关系 要技术 技术革命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改革开放是从我这里上书 年轻人开始的 我上书呢 不等于我就具备了这样的经验 我是从这样的感性知识来讲 我觉得中国需要改革 因为当时我没有条件 我没有录制可走啊 我只需要去 因为共产党 这个体制 意愿化体制 下级服从上级 全党服从中央 中央服从毛主席 这就是一级一级的 共产党这个体制就这么了 所以我就直接写给 我就越级了 1970年大年初一 我26岁就直接给毛主席写信 我就把我下乡 或者在工厂的体会 写给了毛主席 我就说中国如果 光喊的 空喊的 抓革命 空喊革命 不解释实际问题 空头的政治家 不要做那种空想社会主义 空讲一定要解放台湾 解放台湾就是依据空话 你没有实力去解放台湾 我是台湾人 你讲了半天 我为什么要给毛主席写信 我26岁我就团队部副书记 车前团队部副书记 大家培养我 我又是年年的红旗手 圣诞红旗手 又是学徒工当中的老大哥 技术上又是我当技术培训的老师 组织上 党支部就培养我 培养对象 可是一不一样 我入党 要学生里头 我就害怕了 害怕什么 我的出生 白光的 我这个台湾这个烙印 我这个台湾这个观众 relation 我们讲 美国在讲 你的family是什么 你就是你的夫妻 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 这是你的family 在中国不是 中国除了你的family 就是你的老婆孩子以外 还有你的爸爸 还有你的爷爷 你的虫爷爷是干什么的 这个就叫做灭九族啊 擦三代啊 我都不知道我的爷爷叫什么名字 可是他掉屁 我要入党我就要交代清楚 历史问题要交代清楚 我交代不清楚 我不知道我没见过面啊 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 我就 这个呢 就是 这个呢 就是积极奏争这个 这个 这个积极奏争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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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就是马克思害的 这个 这个毛泽东 这个这个这个 听到斯大林害的 白俄啊 就是搞这种积极奏争啊 无情打击啊 就是这样子害的 所以我就去那 这本能的反抗 我当然了 我也是 我十九岁的时候我就说 改革开 这个高考不好啊 改革 废筹高考不好 全中国就我一个人 这 那些当天说出来的话 宣布高考的时候 我说不好 两个字 OK 因为什么 因为赴金赴考 我抱的是北京大学啊 这个物理系 我就想这个物理将来就是 那个分子是可不分的 我在物理这 物理老师说我的 good idea 对吧 我这个思想的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有这个这个那个 有这个探索精神很好 我就想这个 为什么不能报呢 啊 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呢 咱们是罗子师马来 考一考成绩嘛 对不对 看看谁是更适合这个科技研究嘛 不行 我不是工农兵出身 啊 我是台湾出身的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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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正审的时候 在学校正审的时候 啊 怕死了 啊 说你你不能考 你换一个字 给我谈心 我就说我 我为什么不行 我很天真 我很单纯啊 我就偏要试一试 那个时候 我的鸡蛋 往实际上套 在那种 那个那个 那种时代背景下 我怎么能够 幸亏没有考试 没有考试 把我弄到农村去了 我说了这句话 就把我打成那个白砖道路 然后呢 我就下到农村去了 就这当时 一个 一个六月十八号 六月二十八号 十天以后 我就下到德阳那寿风公社 啊 第一 第一生产大队 第一小队 我们那个同学叫李诗田 家里去了 我就接受下水田 然后单岁 单水桶 单麦子 打鼓子 我就去体验 这个 劳动改造这个 啊 跟平亚东东结合 相结合这个体验去 啊 这个不谈 我昨天谈过了 我今天就跟特朗普台谈了 就谈 中国 这种制度 需要改革 但是 它有一个外抗外部性 这改革应该从内部改革 但是来讲呢 外部的 就是外衣呢 只是起到这个 这个 促进作用 要真正改革呢 是从内部来改革 啊 动必有机 动非之外 真正的改革要从 改革要从 将来我们从 中国内部 和共产党的内部 来解决这个 名称问题 这个路线问题 我们 有一句话 说得好 今天叫共产党 我明天叫中国 民主共和党 你美国不是希望我 名字改过来吗 我要跟你做朋友的话 对不对 好 我就说了 我 我 不是 啊 你要给我甩锅 我不跟你甩锅 对吧 我顾向你的面子 对吧 你希望我改 好我就改啊 我把名字改了 我今天就叫李大海 我明天我叫 我叫川普 我叫川普 大闹大闹的川普 这个行不行呢 对吧 你要觉得我这个不对 我就这样改 有什么呢 我觉得啊 啊 只要 对人民的 中国人民啊 对中美人民有好处 我们就按照你的办嘛 这不就是 啊 我给你的面子 对吧 你也尊重我啊 我也跟你交个朋友 对不对 在这里 啊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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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智慧嘛 你给我甩锅 你给我甩锅 你甩得了吗 你的这些企业家 那些都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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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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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那个这个工厂的企业家 都跑到中国来做做这个生意啊 啊 他虽然在美国的那些工厂都搬过来了 但是你在中国人赚中国人的钱啊 你也 你回去就给美国人服务啊 你去甩锅 你甩锅 就像了 我们说历史上 你知道 前置之间 你就像葡萄牙 西班牙一样 他最后 他搞了 搞了这殖民地 这个 美洲那些换来的银子 像流水一样的 流进了西班牙 葡萄牙 最后什么也没搞 就搞了个宗教 啊 你也就 宗教的狂热性 然后这个 就搞了个 最后这个 又把这些外国人 在那里经商做生意的人 通通赶走 你这就是做的这个历史上的一种 那个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嘛 最后你要买什么东西 还要从外国人那里去买 是一样的道理吗 你把中国人 就现在甩锅了 你把中国人都赶走 都赶走 都赶走到美国 留学生也都赶走 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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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赶走 就是赶走 赶走 那中国人你想 中国人如果要把美国人 美国留学生 在中国的留学生 或者是在美国的企业 都全部赶走 有什么好处呢 你结果你回过头来 还是要在中国 因为它的实际经济 在那里 你还要跟它买口罩 干什么也好 你不买在台湾买 那一个道理 你不买在越南 然后这个厂 就搬到越南去 回过头来 转来转去 就在中国实际经济圈子里面 你是在骗自己 因为你需要这个 需要这个产品 这个商品 你需要这个商品 又把这个人脱钩 你完全是那种 是完全那种 是掩耳盗铃 你把这些中国人的 本来是人产 他们这个人才在中国 在美国呢 学习最科普 跟美国的贡献最大 很多科学技术 都从这些华人 或者精英 不管是台湾人 大陆人 杨正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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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生道 还有这些 像我的衣服 叫张光之 也好 这些都是人才 你人才结果呢 你最后 你把这些人才都都干走了 你这不是 这个是 这叫什么吗 这叫做 因约废识吗 你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不就是 这个 把你手都扎自己的脚吗 所以 蓬佩奥 stop 冷静啊 keep your keep your mouth 闭上你的嘴 把你的心冷静下来 success on the other side 你在另外一方面 去找你的原因 你这个脑子一转弯 就出来了 你把这个敌人当成朋友 ok了 这个问题 中国比赛当上朋友 好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然后呢 两个人就跨过太平洋的握手 你个中不就是这样的吗 一面之差 ok 全部都出来了 蘇联也打倒了 你的对手也没有了 你也用不了那么紧张了 就化干戈威夷了 你跟越南打得那么难仗 你现在回过头来 越南一下子就好了 你跟日本打得水海深重 日本人 最后你现在又依靠着日本人 你回过头来 日本人心里 他不看美国人吗 我在那个国会 国会山前面那个广场 他那个日本人的旅行场 他要照相 我给他一个美国的过去 他不要 他心里在仇恨着美国人 他记得二战的时间的仗 你打过一仗 他怎么不记得 他的心目当中是那个太阳气 你给那个新潮气他不要 他认为那个羞辱 他不忘国耻 可是中国人不是 中国人没这个国耻这个概念 甚至杀户之后都没有这个概念 因为台湾人 数典万足 他都不知道他是做中国人了 所以中国人这种 说他略根性 有时候真是 真是一言难尽 所以呢 我就说 不愿意做中国人的台湾人 你就让他走 你就让他到台湾 到美国来 体会体会 美国人是怎么对待华人的 体会一下 他在美国建家园 能不能建家园 这中华民国说什么 清海大草原在这里建家园 你台湾这个大草原你在台湾建家园 你不能建家园 那你现在台湾这个土地是中华民国的土地 那你就到美国来 找个土地 你买下来 那是你的 你是买个台湾自治区 你买个台湾工业园 那是你的 你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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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那个 你买下一个州来都可以 对不对 你买个州就 你比 可以用你的钱买下一个州来吗 那个州还给你优惠 是吧 你可以在美国来买啊 所以我们成全美国 就是台湾人 我们这样的 你不愿意落实2758千万 it's out go out 是吧 get out 那就走了就完了嘛 美国你愿意跟他吗 你把他接收过来就对了嘛 这个人才啊 美国台湾人 你说好啊 那人才你就要人才就完了嘛 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 所以 这个事情解开这个问题呢 需要一个局部的 局部的 或者叫做 我们叫做法统台湾 叫做维和部队 人为国的维和部队 谁啊 中国人民解放军 就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通过这个维和部队 来解决 在过海驻军 就在台湾就解决了 这个中华民国的主权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台湾的台军是什么 台湾是一个叛军 是叛变中华民国的军队 叫叛匪 他要造反 他要分裂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国家 那就是挖中华民国的祖坟了 他要把台湾变成美国的附庸国 附属国 变成日本的附属国 附庸国 日本是他的宗祖国 美国是台湾的宗祖国 变成美国的殖民地 还回到日本的殖民地的状态 这就是李登辉嘛 大家都知道他叫什么宗南 都知道蔡英文的主动 日本的黄民 都知道苏敦昌 他家里什么DNA 这就是脱油瓶嘛 大家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 也没什么关系 这叫杂交优势 杂种嘛 他又想当表征 又想去绿排放嘛 你愿意 人就是这样的 既然有人权这个问题 你愿意选择在中国 中华民国的台湾 中国的台湾 你不愿意选择国籍 你去美国 你叛国 你去投靠美国 你做美国人 你做美国的台湾人 对吧 你在这里建家人 这都可以嘛 所以你美国 特朗普 你要是想得开的话 你就OK 你就接收过来 你这是把台湾的财富拿过来 因为他们把台湾赚的钱 赚的黑钱 黑钱 黑的钱 都带到台湾来了 带到美国来了 这个是变成了美国的财富了 人力啊 是这个最大的财富 又代表 他的代表 他的智慧 又代表他的资产 又代表他生产资料 整个个family都过来了 何乐而不为呢 这就是我们叫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法律解决台湾问题 这法律定位 它是中国 中华民国的台湾 province 一个单词 即便就讲 province 征服者 被征服者 台湾是被征服者 你如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 代表中华民国这个军队 主权的军队是谁啊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军队 主权者 联合国的县章 这个道理 这个习近平不懂啊 有时候看起来很聪明的一个人 但是这个法律关系不懂 就不知道自己 是什么定位 你既然是解放军 你的定位 你就要解放台湾嘛 对吧 你不能完成解放台湾 你就不要叫中国人民解放 你就换一个名称 我们今天呢 把这个问题呢 再讲 这个2758号决议呢 它有个定位 你说做中华民国政府 它为什么管你叫蒋介石的代表 而不叫中华民国政府呢 因为中华民国的政府 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 你以为这个不对吗 因为它代表 它是唯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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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你搞错了呀 蔡英文你是博士 我看你那个 你把那个中华民国 台湾是一个国家 这个命题就是自洽的 你懂吗 命题不能够自洽的嘛 你做博士论文 你没有做过博士论文 你的博士论文是造假的 所以说假文凭 马英九的理论呢 我不愿意接马英九的短 因为马英九跟我是兄弟 也有问题 你们两个都是博士 我这个授学系的 没有上过法学院 一天的法学院都没有上过 但是我研究了法学院 研究这个法律 从你们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开始研究 你们在上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在深圳 现在搞改革了 对不对 你们在英国也好 在美国也好 我是在那儿的时候 就开始学 我就看书 在自学 自学那个中华民国宪法 就这本书 中华民国宪法 我那本书的书皮都是搬烂的 中华民国宪法 是怎么样子 从那个孙公山 那个五权宪法 那个解制去走 怎么样子 那个发表的走向共和 那个电视剧呢 看着 我都看着 翻来出去就看着 我都用笔在那儿 一个个人抄下来 把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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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激动得不得了 那么孙中山一个人 给一个人再上 那个 讲那个民权主力 他都在 那个人是什么人 是打扫卫生的 等他讲完了 他要打扫卫生了 就像我一样 我现在是我面前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我相信 我这个 我这个讲话将来 虽然是看 因为这疫情期间 居家隔离嘛 但是我这个 通过这个 这个 我现在 在 internet 或者Facebook 或者YouTube 或者 微信 微信 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是我的 你 今天你爱听我 不听我 你明天我死了 我死了 我没关系 这因为文字 它是千古事 文章千古事 最后 很多人 他会知道 对吧 今天我们想起这个 孙中山的所作所别 我们感觉到 了不起 孙中山了不起 在那个时候 有那样的一个见解 能把西方的文明 三民主义 林肯的三民主义 带到中国来 中国化 这个就是杂交优势 民权主义 民生主义 民生民权民族 这就是杂交优势 你把民友共享 你搬过来 那个叫做遗迟 那个不叫什么 那叫林肯说的话 你变成孙中山 你中国化了 中国化就叫杂交 这叫海纳百川 这叫伯彩众长 我们就是要中国化的 中国东西 它在造班的 吸纳这个过程当中 肯定会收到 要跟这个结构当中 会有一些实践过程当中 新的发现 新的感悟 就会出现新的问题 就要来检验 就像一国两制一样 台湾呢 把他整个的街道都废除了 日本的街道干什么都废除了 但是也是不彻底的 那些人留下来了 他的文化的基因就留下来了 这个事情也没什么 我住的原来的房子就是日本的房子 他在美的房子 所以我把那房子改一改 我这个门关一下 风太大 有这个问题 好 我们刚才看了一下 还是有没有 有问题 今天呢 刚才那段那个录像呢 有点有点问题 出点问题 但现在问题呢 我们今天主要是 针对川普的总统来讲 美国应该怎么来做 所以呢 我就跟川普说呢 我们要 讲 你的反中 扣中 甩中 目的 中文 解决美中关系 的一个要害 是解决台湾问题 这是夹在美中当中的一个 这个台湾问题呢 现在问题就是要清晰了 不是这个 哈克这个 这个提出了一个要 这个 他提出一个这个 说这个 蓬佩奥这个问题 讲这个 把这个问题讲颠倒了 我们再把这个问题 中美中关系颠倒过去的历史 把它甩锅的一个历史 给它颠倒过来 什么是真正的美中关系 什么是美台关系 什么是两岸关系 那么 有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 中美的三个联合公报 和台湾关系法 台湾这个旅行法呢 这个是 是违反 三个公报 违反一个2758号 联合国2758号 决议的 所以这个是不清楚的 是违法的 违宪的 是干涉中国内政的 是美国 你把他这个东西 你的部长 你是挑拨战争的 所以这个问题呢 是一个问题 我们将来再去谈 但是你要想想要解决一个问题 我就告诉你 know how 这个know how 就是key 解决台湾问题的key 在哪里 解决台湾问题 把台湾问题解决好 中美关系就解决好 台湾问题怎么呢 虽然看起来 两岸关系特别困难 其实答案很简单 依法办事 维持战后的联合国秩序 你把联合国这个框架 放在前面 把你美国这个司令警察 放到服从联合国2758号决议 这个原则上来 不是以 两岸关系 不是以你 中美合作关系的 你不是以中美关系 来定这个两岸关系 而是以联合国宪章 和联合国2758号决议 你不要把标准给弄错了 你美国的标准是台湾关系法 和三个联合公报 但是联合国全世界大部分 中国家是2758号决议 两岸关系必须回到2758号决议上来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中国大陆所糊涂的问题 就不懂得解决2758号决议 是需要用战争的 是农夫和蛇 是不可以有共农语言的 是解决不了的 灰尘不得 那个哨子不到 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所以呢 不懂不明白这个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完成 去拿社会来的主权 所以你才有今天 49年你现在不能够完成国家统一 你就要不作为 或者你犯了路线错误 中国共产党你犯了路线错误 就任敌唯有 对吧 他把你当中敌人 甩锅反中 他跟你反中错误 你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你不把这个法律问题解决了 就像你要去 那些新疆的江都也好 藏都也好 还有港都也好 你用说服的办法 你解决不了的 就是要用法律的问题 国安法 统一反分裂法 不用法律的问题来解决 是不行的 你违法 我就要用法律的问题来处理 法治 你奉法者强则国强 奉法者弱则国入国 你不 你不愿意在这个国家 你不能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造反 你造反我就要镇压你 抓你 让你去服刑 审判你 你可以走 你到美国也好 到日本也好 到欧洲也好 哪里都可以去反华 反共 我们将来不要搞阶级 就是我们不提阶级作争 但是脑子里你要有个 要有一个 这个国家安全 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 这个人民的政策 这个人民的国家的主权 我们说 联合国是一个什么俱乐部 是个主权国家的俱乐部 不是民族的俱乐部 而是主权国家的俱乐部 是国家俱乐部 是主权俱乐部 台湾为什么没有在联合国里面 他没有主权 看清楚的道理 邓小平你为什么不懂 你江泽民也好 习近平也好 你为什么 他不是主权国家 他怎么能够和你平起 他怎么能和你对等 你知不知道 就像他跟你谈判的资格都没有 你说过香港的时候 你有跟香港人民去谈吗 你有跟香港的那些政府 集中的政府去谈 你是跟英国的政府去谈 这个台湾问题你跟谁谈 跟联合国谈 谈了那个2758解决 我跟你 跟你中美建交 我跟你美国谈 你美国你现在支持台湾 你就不对 你违反了这个2758 你违反了中美关系联合公报 我跟你美国谈 你不送到 你不送到我就收回来 你要打我就 你要打我 这个主权到我当中 我就打嘛 你要到我的主权上来打 那你就违反联合国现场 那个联合国现场 你不要干涉别的国家主权 那你美国就不占了 你在美国全世界来说 你就这家去惹过 那家去惹过 你都到每个家里去挑拨力间去打架 你行无盗窃 那就不行了嘛 你违反联合国的主权原则 主权国家都是平等的 所以问题就在你自己 你自己的根子 你正不正 你是不是有道理 你能不能够摆得正 深圳不怕你 很歪嘛 所以呢 我们 美国你说 我批评好 是对的 我就接受 我刚才说了 共产党的名字不好 我们改 改个名字就对了嘛 你这个共和党 你现在 我到美国来 我看到美国民主党的社会主义 要比共产党的社会主义 要强得多了 那什么 平等啊 福利啊 那个观念 要比中国的福利 要强得好得多了 因为它有那个物质基础 有那个资源嘛 中国还没那么多人 他没那么丰富的资源 所以中国共产党 你不要叫共产党 你就叫民主 你要向社会主义的特色 你就叫民主党 你要想要 走进共和大家 大家人类 天下 那种 没人民福布 你就叫共和党 有自然基地 也有的 也有无产基地 大家一起 都在建设这个国家 就叫共和党 所以你干脆两个就叫 都在一起叫民主共和党 名字一改 OK了 名正言顺 事情就好 很多了 心不可恶 他就找 这个找不出借口 来攻击你的共产党 对 过去怎么样 过去我了断了 我百年以后 我的名字一改 我就了断了 历史划清界限了 我重新做人了 这老鹰再生了 这不是大漠圣烟吗 我不能总叫大清王朝 我中国全都叫中国 我不能总是背着清朝封建封闭的锅 对不对 我不能把明朝的锅 秦始皇的锅 都搬过来 叫中国人的锅 中国人是个略的民族 我不是我做新人吗 立心求真吗 我现在真正在做的事情 这是我 现在像 跟你走这个美国 学习吗 我跟世界哪个国家 你哪个国家好 我跟哪个国家学习吗 这就是你中国人的智慧吗 不是共产党的智慧 共产党的智慧就是能够自信 什么叫自信呢 老鹰再生 重新做人 重新立党 这个党是干什么的 党是 政党的名字 对不对 这个立党为民嘛 这个政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你今天人民需要你改 你就改嘛 这个对了嘛 政党现在不对 我们不要围绕这个 基地斗争 无产基地专政在那里做的 基地斗争 那是少数人对少数人 要以法律来讲法律 你犯了哪条法 我不管你哪个基地 你有钱也好 没钱也好 你犯了法 你经过抢决 你杀人了 放火了 你违法乱纪了 你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这是讲法 不是因为你今天 你爸有钱 你就是有罪 就是过去 我们这个 共产党就这么讲吗 你过去 你老爸是资本家 你老爸是地图 你就是地图 你就是 那个什么 这个观念 就是学统论的观念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个虞论来的 这是马克思主义这样子搞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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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反真理 违反科学发展的规律 所以你把这个名字改 你把这个路线改 不要去 那个 那个 那个马克思主义消灭税友制呢 我们的 现在 现在是 国家是一个 本身国家就是发展资本体 发展市场经济 这个本身就是和马克思主义 格格不入的东西 你何必还在这里 不三不四的东西 拿个 那个 那个 拿来当成 教堂呢 你不都物人子弟吗 你让将来的情何以堪呢 你这边又喊着消灭税友制 你自己又 当官你还贪财 所以呢 你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自欺欺人吗 所以这个名称的一改 重新做人 什么问题就解决 所以做新民 这个中国有句话呢 叫大德如羊 这个 明明德 大德之道 明明德 狗日心 日子心 做新民 所以我这提出来民和主义 民心主义 然后民力 你有这个觉悟了你才能 而不是你现在老 台湾就是糊里糊里的 大家都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因为他是不够啊 那个基本的水准综合数 这个民主的数量不够啊 他不够那个法治的那个 那个 台湾为什么不叫做民主社会 是个叫假民主 法治的数字 法治的数字不高 因为法治一个法治的宪政 什么叫宪政啊 你要遵守宪法 首先从参与门里的会 就不遵守宪法 宪法在中华民国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国家 是雇有领主 是不可分官 这一点 把百分之两千',两千三百万 的台湾人 给刷掉一半不合格 违反叛国者 你组成的机会 就是叛国集团 你这样组成的 人很这里 政府叫做叛国集团 就是要 如果要是说 你要想要用武力来 以武抗统 那么你将来就是被统的对象 你要搞分裂就是要挨打的 多后是挨打的 你搞分裂也要挨打的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和 台湾人民讲清楚 一定要和特朗普讲清楚 要和美国人民讲清楚 我们在美国 美国的民主的最高原则是constitution 就是这个宪法 但台湾的民主同样是宪法呀 这个宪法是中华民国的宪法 就是one nation in the visible 中华民国是不可以分裂成两个 中华人民国在台湾 中华人民国在台湾 中华人民国在大陆 这个是不允许的呀 这个是没法的呀 从李东回到非法的开始 一直到蔡英文马英九 陈锡炎 从这个教育 昨天台湾国民党开这个会 搞改革 四大改革 一向都没有搞教育革命 炎富怎么说 炎富1905年说教育是国家的一个振兴的根本 你教育上不去中国的话 你扯什么蛋啊 你搞改革 那改革是假的嘛 所以 你这边改革了那边又犯了 你这边是搞台中那边搞独台 这不是炎富说得很好 你就把1905年炎富那个先生说那个道理一样 你就是国民党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要败家子呢 为什么成了自己把自己的全部人呢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道理 所以 你中国两岸统一 你要依靠国民党 那就完蛋了 对吧 所以 这个联合国2758决议就是 不要依靠蒋介石的代表 那就实际上 你把你 台中也好 那个民进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都给你怕死掉了 你不改革重新做人 你不回归到中华民国宪法上 你就没有在台湾的 立罪之地 你就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 你什么的民主 你那种民主 我告诉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 千万不要接受 蔡英文的民主 保留台湾的民主制度 这个制度是个 拜国的 违法违宪的 一个假民主 一个乱乱 那个霍国殃民的一个制度 是个完全反动的制度 绝对不能要 一定要把这种制度 你不要搞得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完全是一个 完全是一种 反动的东西 你革命的东西 就是你实际你改进的东西 就是追求真理的东西 你现在还坚持那个 分裂国家的东西 一国两制就分裂国家 不是搞这个国家主 你是搞国家分裂的 你是政治主权 就和经济主权分开了 所以邓小平这个理论 将来要一定要把他纠正过来 不乱反正的 我今天就谈到这里 因为刚才那个 那个没谈好 我希望美国人要懂得这个道理 特朗普川普 你虽然不是政治家 我也是搞经济的 搞商业的 商业是要讲法律的 香港原来是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法治经济的归根道理 就是联合国的法治经济 联合国的宪法 联合国的宪章 联合国的权利 就是法律 你美国人也要遵守 你美国人不能执法犯法 台湾的财英文就是执法犯法 拿着中华民国宪法 来砸烂着中华民国宪法 拿着中华民国的宪法 固有领土不能复杂 你去分裂中华民国的宪法 那你不是说 就像黑人杀人爆火 他不犯法一样 所以说 这个COVID-19 就是这个病毒 这个种族气质 为什么来讲 这种就是病毒 社会的病毒 就是破坏社会安定团结 破坏国家统一 破坏社会和谐 我今天还要跟 我今天这个提供里头 本来还要大作文章 我们搞这个美国式的民主 台湾式的民主 把社会搞乱了 这个政党政治的就变成了 民心了 就变成个政党 你真儿游我大你气我变了 共产党那个 它虽然都不好 但是大家都维护一个东西 这个围着一个中心转 而不是搞两元制 现在这个分裂的 美国是个分裂的社会 共和党一个一边天 民主党一个天 这个分裂要搞团结 要搞大家庭 你怎么样的能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 怎么样的能把民主党和共和党团结起来 这个是我什么Idea 我们要目标的goal my goal is simple that part in peace 我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把美国人民团结起来 我一定能完成这个 我在我有成之年就是 促进中美之间的团结 促进美国人民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 在中国问题上的 一个团结 就像巴基斯坦 他对内 对塔利班也好 对印度也好 都有不同的 但是他对中国 大家都签口一致对外 对中国 对印度 他们利益是一致的 你们现在对待 中国的多弹 反中 恨中 仇中 这个利益就错了 这个立场站错了 这叫零和效应 这个零和效应的 出发点和立场 就错了 应该搞 共和效应 对吧 双赢 我今天先讲到这里 今天先讲到我将来再细致的来讲 我的出发点立场在这里 我是希望呢 川普能够理解 虽然今天我讲的中文 不一定 你能听得懂 但是这个道理 问题很困难 就解决美中关系 台湾关系 台湾关系 很困难 答案非常简单 H1的 依法办事 按照联合国现状 联合国的法律 这是老组统 罗斯福跟我们留下来的 这个结构 我们不能够去少数 拉住一些少数人 一小撮国家 一小撮人的反华反共的人的利益 来影响这个大的 这个大的一个 联合国这个大家庭这个组织 是搞成四分五裂 搞现在要分成两个集团 中国一个集团 美国一个集团 你这样的搞分裂 就是你民主党和共和党 在美国搞分裂 就像台湾一样 山营门就搞这个分裂 一个三道是民进党 一个三道是国民党 搞来搞去 搞了几十年 越搞越难 台湾现在不成其统 然后又想在中国搞 又把这个基金又带到中国去 然后统训了之后 要反攻大陆的这边 要解放台湾 这边都来都去 我们过去这个 过去搞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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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搞的意识形态是多的 要搞大团结 要搞大家庭 要搞共和 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